虽然温馨的八月还没有到 不过瑞雪乡公所在七月份的最后一天 率全国之先是办理了今年度模范父亲的表扬大会 同时也颁证各社区协会理事长评书 在现场可以说是一片喜气洋洋 社区妇女姐妹们歌舞表演 为瑞雪乡今年度模范父亲表扬大会活动 接下来乡长陈敬光也率先颁证 全乡11个社区部落发展协会的新任理事长评书 现场一片喜气洋洋 模范父亲表扬重头戏紧接着展开 不论是德高望重的部落族人 事业有成的企业厂商 还是实至名归的社会贤达 上台接受表扬的每一位父亲 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共享这一份殊荣 脸上也露出难得的笑容 这是非常温极的画面啊 如是乡公所这一次选在7月的最后一天 率全国之先来办理今年度的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由各村所推举的模范父亲共有12位 而其中由虎爷温泉老板林长桂 代表若是乡接受县级模范父亲表扬 代表他把他祝福的感恩的心意能够转达到 希望让我们所有瑞幸上的我们前辈先进能够了解县长 因公苦克前来的这样的一个遗憾的心意 除了代表县长出席祝福的副秘书长张艺华 瑞穗乡各机关首长代表以及地方人士也都到场 送上满满的祝福 台下父亲们也都相当感动 也很高兴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振兴的一个方案 能够对我们瑞穗乡的观光 我们的农业有一个正面积极的影响 除了祝贺我们的父亲姐之外 但是父亲最重要的是最关心的是另外一半 也就是母亲 所以要感谢我们在座 我们姐姐妈妈对父亲的支持 让我们在座父亲可以欣赌旁物的 保费家庭和子女作出 会后每位模范父亲的亲朋好友 也纷纷上台合影留念 与有容颜 父亲节快乐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 别多小师 谢谢观看